Hello,小伙伴,我是小玲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反复购买过 觉得很不错的通勤风格的淘宝店铺 那因为之前有小伙伴一直让我分享一些 自己经常购买的这类型的店铺啊,品牌 还有多分享这类型的一个通勤的搭配 所以今天我就整理一下,统一跟大家分享 那在分享之前,我想先跟你们说 就是今天我分享的所有的店铺呢 真的都是我自己反复购买过 并且这些店铺跟我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的 不会喊任何的推广,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 所有的店铺名我都会打在这边 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 那这家店它价格呢是160到1000元 风格呢就是偏清熟的 但是它家的东西呢都是蛮有质感的 我有在它家入过半裙裤子 那我近期入的就是这条裙子 它面料做工版型真的都是蛮不错的 虽然它价格会偏高一丢丢 但是它的款式比较经典嘛 就是这种工装的半裙可以穿蛮久的 它定价确实是比较高的 特别像秋冬一些定制的大衣 我觉得它那个价位基本上可以跟一些 中高端品牌的就同类型的单品差不多了 我没有在它家入手过这么贵的单品 那我觉得如果是买到这个价位的话 真的可以跟一些品牌的同类型单品多比较比较 这家店铺的风格呢是偏简约法式的 价格呢也是跟上一家差不多 160到1200元之间 那我在它家入手的半裙比较多 因为它家有些这些半裙做的颜色都蛮好看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家的定价是偏高的 就是性价比偏低了一丢丢 而且它家是不能够退货的 只能换一次码数 那如果想入手它家的小伙伴呢 我建议就是要多看一看评价 然后多综合考虑一下 我在这家剁手过好多单品 像半裙啊衬衫西服外套都有买过 它家的价格呢就比前两家 跟大家分享的要便宜一些 大概就是在100元到600元这个区间 像西服外套的话就是300元左右 裙子然后衬衫就是1到200元 我觉得它的这个做工质量 相对它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是还不错的 风格上它家有简约的 法式的 韩范儿的都有 可以选择的范围也不要管 这个其实是一个品牌 但是是我入手通勤中最多的一个品牌 所以就还是忍不住跟你们分享 它其实是ZARA旗下的一个终端线 然后走的呢就是这种都市通勤的风格 质量呢也要比ZARA好 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它家其实是有两个折扣季的 7月和12月 就是如果觉得平时正价买价格太贵的话 可以在它家折扣季的时候入手 折扣季买的话 性价比蛮高的 像有些衬衫呢差不多可以折到200元左右 这个品牌我真的是蛮推荐给出入职场小伙伴的 因为如果你们刚进职场不知道该买什么单品 该怎么搭配的话 选它家的搭在一起 就真的是不会出错 穿上就是很职场的感觉 这家有一些比较耐看基础款的单品 也有一些在简单上面比较有设计感的 我自己是有在它家入手过半裙 就是性价比质感什么还不错 但是这一家我的购买频率就没有前几家跟大家分享的那么高 所以如果小伙伴想要在这一家剁手的话 就真的要多看看评论评价 然后多综合考虑理性消费哈 这一家我比较推荐的单品呢是衬衫 我有在它家入手过几件 质量质感都蛮不错的 而且它家材质一般用的都是一个进口粗酸纤维真丝这一类的 整体的一个风格呢就是偏简约的 单品都比较适合平时日常通勤去穿 我知道这个店铺放出来大家可能会质疑我的品味 我知道它看图片的话是不时尚的 就是需要我们自己挑选一些款来搭配 我是比较推荐它家的真丝衬衫给你们 因为我有入手过好几件 就价格在300到400元之间 我觉得真丝衬衫这个价位的话 算性价比还不错的 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店铺呢 它是整体是一个法式风格的 价格是在150到750之间 我自己是有在他们家入手过连衣裙 就综合我自己买的这些来看 我觉得质量做工相对它这个价格来说是很不错的 那如果是喜欢法式风的小伙伴呢 可以看一看这一家 OK那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分享了 希望能对出入职场小伙伴有一些帮助和参考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我的每日通勤的穿搭的话 可以去关注我的小红书和微博 我会在那里每天都有更新我的一个通勤搭配 那喜欢这期视频也别忘了多多给我点赞